大家很关心我的斯包鲁GG 他的翻新步骤到了哪一步了 可以看到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步 再差的车也好 再好的车也好 如果要达到一个全面翻新的一个标准 必不可少的一步就是验身 验身的话就检查身体 把所有的衣服 所有的装饰 穿戴的东西全部脱掉 赤裸的状态给大家看 而且这个赤裸的话如果用人去比喻的话 你不要想歪了 不是把日服脱掉 连那些肌肉 心肝脾肺腎 全部脱掉只剩一旁骨 是这个样子 这个车现在就是一旁骨的状态 呈现给大家了 如你所知道 这个是个世故车 我毫不隐瞒这一点 这个就是世故车了又怎么样了 我还自豪了不行吗 自豪的什么呢 哪怕是个世故车 在我的喵手之下 它有可能全部回春的 不要以为世故车就是 当然了 我们大家都不要去 不要去以为我是鼓励 你可以买世故车 可以有选择的情况下 你当然不要选一个世故车 对不对 但是真的不好踩 你碰到一部 绝对就是情怀车 但是这个车发生过世故以后呢 也绝对不代表这个车是毫无价值了 是不是 在渣的旅 在什么的 你遇到一个好男 你也可以重量 对不对 男人也是一个道理 在渣的男 你碰到一个好的伴侣 你也可以回归正途嘛 同样这个车 他幸运的就遇到我了 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两条大梁已经凸出来了 所有的油漆都已经没了 就是最大的一个伤害 就是这个地方了 我可以看到 也想象到 他原来是怎么修的 就是成田那一套 整个头的头 一个头全部换掉 他应该是把整个车头给撞了 撞了车头以后呢 顺便把发动机换了 水箱换了 所有东西零件全部都换了 就成了 现在这个样子 要检查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检查 要焊点 这些焊点有没有问题 你是接触过的 然后有焊接过的 看一下焊点有没有出现 因为生锈 而导致了这种有可能的危机 如果都没有的话 你去该补强的补强 该怎么着怎么着 这样去做 第二个的话 就是有没有金属的疲劳 金属的疲劳可以看到的 你可以看到那个状态是怎么样 因为金属葡萄直接导致了车身的刚性 这些都会有问题的 其实呢 这个车 如果再发生碰撞的话呢 这些焊接的地方呢 有可能就成为它的脆弱的地方 薄弱的地方 这个就是和原来的车 一个最大一个差异 我们应该做的什么 第一个尽可能的修复 第二个的话尽可能不要撞 因为它撞过一次了 再撞的话它就吃不消了 它可以确保你在不撞的情况下 正常开始 但是绝对不能确保你再撞的话 它还可以保持坚强 这个是谁也不敢打包票 毕竟已经伤过了嘛 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原来已经完全生锈的地方呢 现在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 其实呢 买车的零件呢 包括车身的骨架件 都是可以单独购买的 你可以发现一纸板 如果坏了可以换一纸板 后面 如果你发生这个事故 是这个地方刮坏了 它是没得换一纸板的 如果你去外面换零件 也是从这里开始 像修复备一样 整一块这样去换的 所以呢 很多的车 如果你这个位置发生了碰撞以后 这个地方你打开了 都有可能出现这个焊点 它也是这样承批 这样去焊上去的 而这个地方我找到的这个零件 也是如此 它是买回来 然后再用锚钉把它给烧焊 焊上去 再把这个口给磨平 这个零件全中国只剩一块 被我找到了 在天津买回来了 就是这个零件 装上去以后呢 这个生锈的问题彻底解决 再看一下车厢啊 现在其实要做的东西 我现在这两天 最重要的是把上面可以拆的 每一个零件 都把它给拆下来 因为这些是没有问题的 你这个车身重新喷漆 烤漆做好以后 再去装上去都是没有问题啊 你看这是原厂螺丝 你看原厂的这些零件都有的 在里面什么是原板原器 什么是原装的味道都可以看到 它只是车头有问题啊 这个车身刚刚的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所以车况还是一流的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接下来我把这个车身 遮体全部拆卸以后呢 第一个我要做防锈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 再做各种那种底漆方面的围保 先打防锈漆 然后再做还两 然后再做栗子粉 然后再去照面漆 面漆一层两层三层 照上去以后再去照光荣 这个车就可以焕然一新了 所以如果大家漆下我的视频的话呢 这个是第三期 我忘了第三期第四期了 再过多两个步骤 明天这个车就会送到漆房里面 去做底部的一个护理 完了以后就去做喷漆 你看一下 合不合现在去相比 那就完全不同样了 大家继续关注 继续期待